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香港曾經以為是一個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地方 我們以為不負傷任何代價 不爭取民主都可以保持香港的自由 但是回歸19年 這19年證明這個判斷是錯的 因為當沒有民主的體制 我們原本擁有的自由都會漸漸消制所值無幾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我會覺得 我們要問自己的問題就是 我們願意為香港去到多盡 我們願意為香港付出多少代價 坦白說我都未必擁有大陸的維權人士 或者是台灣當年民主分子 在80年代那種願意付出代價的勇氣 但我至少會覺得 每一個香港人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外 都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貢獻香港 我不知道在座有幾多人是有香港的身份證 本身理論上是香港的選民 如果可不可以舉手 有我 好 放下 放下 我會想的一個問題就是 對加拿大的香港人來講 到底可以怎樣去支持香港的運動 沒錯我們面對的情況就是 香港和加拿大有時差 有時很難直接去聲援 但我只是希望如果在場有這麼多的加拿大的香港人 本身是一個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亦都是可以成… 亦都本身是一個核資格的選民 不要說到聲援社會運動 或者是參與什麼抗爭 如果本身今年是有想過回香港去回鄉探親的話 可不可以將你回鄉探親的日期 是定在9月4日前後 至少希望在我們面對著中共的打壓 我們面對著種票的情況 我們在立法會的選舉裏面 都會有班一直是關注香港民主運動 去聲援的朋友回香港投票 在這裏呢 我都承著之鋒提出這個問題 我更代表港加聯 一個成立了已經19年 在1996年成立到現在 不斷我們是以支援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發展 而成立的組織 在過往這麼多年 其實每一次的選舉 我們港加聯都呼籲 在加拿大所有 具有這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朋友 如果你在香港有地址 或者其實你都很多時間都在香港玩 我們希望你真的回去 不要錯過9月4日這個 立法會選舉日 去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即使你不能夠回去 我亦都希望各位在最近 呼籲你的親戚朋友 在香港親戚朋友 在5月2日 選民登記截止之前 是要盡快去登記做香港的選民 我們希望在未來9月 甚至未來所有的一切的選舉裡面 香港真真正正 是以港人自居 關心香港前途的朋友 都要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千萬不要放棄自己公民的團利 在香港中途的龍門 我 fund人所在看到 這個方式有建議 可以來自公民的聖的 公民進行平後 可以確保 你不正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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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正確地